歡迎大家來到澳大校慶系列講座 榮譽博士講座之 孫中山思想如辦部精神 大家好 我是澳門大學榮譽學院 2013班的同學梁偉健 今次講座 我們十分明顯邀請到澳門大學榮譽博士 李承信先生做我們的演講嘉賓 在李博士演說之前 我們邀請澳門大學趙惠校長支持 有錢收集 尊敬的榮譽博士李承信先生 尊敬的校董會主席謝志偉先生 各位來賓 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大家好 今天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我們的榮譽博士 李承信先生 歷臨澳門大學舉辦澳大肖慶系列講座 為我們講孫中山先生與辦抱之精神 我代表澳門大學的全體師成員工 向李承信先生 向李承信先生表示熱烈的歡迎和感謝 大家知道 李老是一位出色的資深的報仁 也是一位財通古今的作家 他創辦的澳門日報 風行神港澳 他經營的文教機構 參加起草澳門基本法 熱心公益 為澳門社會和文教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因此 本校上週六 特別向李老頒受了榮譽人文博士的學位 以表彰他對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 李老有了一番非常不平凡的人生經歷 他生於上世紀二十年代 在十歲的時候 事情不勝過世 家道中落 面對生活中的種種磨難 他不但沒有消磨志氣 而且是自強不息發奮求學 博覽古今 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 在日本清華時期 剛剛高中畢業的李博士 滿排救國之日 毅然離開澳門 前往廣東武桂山區 參加抗日義勇大隊 進行了激烈的戰鬥 這段經驗 使李博士體會到人生的責任和生命價值 為我們抗戰的勝利 做出了重大貢獻 日本戰敗後 李老回到澳門 幾經波折 在1958年創立了澳門日報 報紙不但服務社會 而且引領澳門社會風氣 當中途談判的時候 李老多次撰寫社論 激發社會各方面的討論 引起了極大反響 李老不平責民的作風 激勵著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同業 在李老的傳奇人生中 還有一段非常有價值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在求學的時候 一位老師對他教導非常深刻 也非常受李老的進度 這位老師叫蓮生涵 曾經是孫中山的秘書 學問原果 思想開明 他當時要求李老寫作的時候要言一些 這個言字就是要不拘一格打破思想的束縛 孫中山是中國現在最有影響力的偉大人物之一 他鼓吹的革命創新思想對我們影響深遠 蓮老師的教導和孫中山的思想可謂一脈相承 對李老後來的文學創作和澳門日報的今天的定位 都產生了深切的影響力 澳門回歸以後 李老更是大力推動澳門的教育文化發展 非常非常關心我們澳大的發展 實際上李老是我們澳門大學的恩人 2009年當由澳門大學提出 由特區政府申請 希望在恒情取得一塊土地 蓋澳門大學新校園的時候 當時這個意外需要在中國北京人大的常委討論 當時在我們何和華主席 現在當時是何和華特首和崔山司長 現在我們的新特首 雖特首領導下澳門政府澳門社會積極支持 最後是由李老領軍六位澳門人士到人大去 向大家介紹這個案子 向大家介紹 為什麼這個對一國兩制好 為什麼對澳門好 為什麼這個校區對澳門的高等教育有多麼重大意義 最後終於說服了絕大多數的人大常委委員 最後以高票獲得通過 這一點上李老對澳門大學恩重如山 我們澳門大學感謝李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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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奧巴、謝志偉主席、教委、校長、尊敬的奧巴、各位領導、 各位詐欺、教委、教委、校長、吳勇、樂博先生都是我們在我們工作上的應該的前輩的詐欺 我尊敬的各位同學,我今天來討作詩詩上我們找的也不是什麼演講 剛才教授長對我鼓勵、推送太高了 我心裡收不了,再三秒是感謝 應該說出了感謝,還是感謝,說不知什麼其他話 這個禮拜有一句話 桃花坦水深千赤,不記彎人送我請 這個二號廚,確實是一行難話 我現在做了精緻,還是用廣州話證,好不好 真對廣州話證,我可能流暢一點,沒有講普通話,這麼結構 今天我仍然是,一见到澳大那么多位领导来, 我觉得压力很大, 我本来听了彭执中教授就跟我说, 是,讲故事,轻松轻松的, 我就接受你的轻松任务, 然后再生我轻松, 他们的理论在课室里面有很多。 引前我可以说是没有稿, 因为拿着轻松那两个字, 希望在这个讲话里面有没有错失, 一会交流的时候大家看出来。 一家人,刚才赵侯长说这么好办 今年是辛亥革命纪念的一百周年 我们又是怀念孙中山先生 这个革命的前驱 他仍是站在前流前面 一百年前我们不详细哭 那时我们的祖国确实是名于半封建半殖民地 清代269年除了清初是很强行 清代的末期历史上是差不多难到落不如耕到落 人民生活痛苦,民不平生,很多人飘洋过海去卖猪 国外人天天都被外国人帝国家割地盘款 叫做刺激民地,孙中山说是刺激民地 1895年革命之后,日本人拿我们去台湾 那时有一个很动人的历史镜头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台湾和台北,成行成难,一刻跪下,哭,大家流眼泪 不愿意离开祖国,愿意日本的揭提,搭入这个报导 我联想起当年,就一来总理出品的时候,灵构在东西长安街 又是很多老百姓跪在马路的两旁 总理,万一言就,这些都是很震撼人心的 孙中山先生就是在我们祖国最艰难的时候,生死存亡的关头下 逐步形成他的思想和进行实施 我说孙中山先生,首先我想概括实在,我看主要的精神是三年 他是与时却进不断进步,第一年 历史上很多伟人一到了万年都有一些毛病 就不是那个,有些人,比如我们时时讲,澳门的郑冠英 他的书写得很好,城西危义 他是赞成和拥护维新运动的,是当年一个很善进的 到万年,用老讯的话,战日台堂 他连带在家上,连高丹不散,想长生不老,而且抽大烟,吃眼烟 这些是小节问题,还没来说,这个郑冠英是肯定的人民 但是,晚年总是有些少少瑕疵 孙中山的伟大第一点,我觉得他的精神是与时俱进不断进步 第二就是实事求是联系实际 第一,我以下逐步稍微补充一下,第三就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这句话到今天依然有用 孙中山先生的与时俱进,他一开始要中国强大进行改革 一开始是用暴力,即是武装斗贾,不是的,他是一直总结 他最初上书李鸿章,希望和平,希望能够搞一个内阁 保留皇帝最早的军出流宪,他的理念应该是这样 好像日本、英国,那些军众都保留皇帝军出流宪 李鸿章根本不理睬,又不回覆他,他去了天津 准备入北京见他,我写信给你不回覆,我见你 都得不到遥历,得不到接见的机会 第二步呢,因为当时的世界思潮,很多要改革,要推翻的政府 就搞暗杀,这是对的,但是在那时候一定的程度上 很多国家都有,所以毛泽东说他自己少年时 都是倾向那些无政府主义,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 安马其主义,最大的例子就是汪征慧 汪征慧,这个人是大汉奸,这个不能改变的,但是他前期还是做了一些事 汪征慧就去行刺涉政王,同一个叫做王福生,在一道拳下面大炸弱他 谁知道半夜三宗有一个清洁工人睡不着,出来送下 哎呀,跳下没有了,有人在那里,报警就拉着 但是汪征慧,当时时的态度,人生观立场,应该说都是好的 他是准备牺牲的,有一首他写的诗是传重一时的, 又慷慧过去的意思,意思就是北京,信荣坐楚愁,人都成一块,不乎少年后 写个写名写准备死的,但是那时清政府已经烂到已经快要倒下去了 有些谋实意义,他说这个少方这个人厚恥伶俐,三德,纯红似伯,英俊来的 留着他,将来我们要跟那些革命党人谈判有一个事,所以说得意,面杂 所以汪征慧是坐牢了,在港澳很熟悉的人物, 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建虎,都是用我们广州话,是左边的 他当时还未做画家时,都是参加过暗杀团的,历史上都有记载的 这个应该是孙中山先生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他一直来的 后来就了解到用暗杀这些办法是爆发法 真正的革命党人是不同的,用这些手段 因为一个扑纽的政权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不是一样的人的问题 这个制度不改革,不推翻,打倒一样的人是没效的 因此是进行武装斗策,经过十次的戏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精神越到万年昔华德 正如他自己说,世界少流浩浩荡荡,信之者枪亦之者膜 他在1925年逝世,2024年的时候,国民党已进行改组 在广州开放代表大会,他提出第一次国共合作 批准个别的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他说共产党有人才是精英,有朝气 国民党一定要向他们学,大急携手下作,将中国的事情拍好 当时的毛泽东是国民党的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宣传部长 毛泽东拍了一个袋,当时的俄国革命成功,派一些代表来 他们认孙中山邀请介绍经验,建议建立皇堡军官学校 皇堡是在广州的另外一个岛,一个小岛 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要革命,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是红华的 因为民国以后,这个封建势力仍然是根深提供的 只是用老讯说,不过剪了一条片,北方割据这些大的军队 互相割据,最大的就是袁世海,袁世海的力量最大 为什么呢?因为清代打大仗之后,毁他去天津附近的地方 去小站练兵,他手上有兵权,这个人在历史上可以做一个隔定 他是一个机会掩者,当时维生运动搞了一百日 其实也对他很大希望,希望争取他 探视同意就找他谈,闹了底他听,江水同意 谁知他一定要转身去告密,康有为和启昭星夜出走 叫人通知探视同意,这个人很激劲的,帮事实 他说我看世界上的变法改革无不流血史,一定要流血的 我开始,他不走,结果拉他,清代过去的行动就斩透了 他的《绝不思》写得很慷慨,浪了这个人三十多岁 看回头,看回头,此时将见,忍死衰,代道更,收明这两句是靓得很激 我自幻东向天笑,去流肝胆量昆仑,这个真是热血青年 日前,孙中山就是在总结前人的经历,维身运动又不可能 一定要搞妄想抗争,武装暴力革命一定要有自己的军队 这个和国军后最初筹备的,也使共产党人帮他授架了 一个周一来,一个叫萧楚瑜,原来的名字是萧楚女,男女的女 不过一般古文读音,读这个字可以读语,旧社会大概他的父亲 多数跟儿子改名,一比生儿子,生得多,想个女儿 所以改个儿子,坐女儿,一笑坐女儿,这个人毛泽东很想识 他是茶楼工人,但是自修文化务工,他在奥军后演讲 三几千人,那时候没有什么抗星机,没有可以搞到这么大的音量 他可以站出来,对着几千人,好像那些唱惊喜那样 最后一排人都听到他话,都说他试过他叫好好的,叫好好的 他股上的皮带都崩了,这么厉害的,萧楚瑜 文代英,这个是搞青年工作的,中国青年,这本刊物最早是他创造的,很好的文章 聂平均,大家都知道,聂平均是我们华北军区的司令员第一任,很早期的,北京市的市长 隔了一个主任,这几个人籌备他,后来周恩来是做教务长,在王国斌头做教务长,叶剑英的做教官 很多共产共产党的军事干部,都是在这家楼上,林彪第四季的学生 陈庚,兵庭司令,当年北佛,军佛,什么时候,造反,他背着张戒成 所以张戒对他,认为这个人对他自己有因,即是孙中山先生,他是不断能够跟先进的思想结合 当年国民党改造大会的时候,有些右派,有个叫张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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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即使共产党用个人的命运都不行,争论的很激烈,最后孙中山做总结的时候 很明确说,反对国共合作为人,我请他离开,党开会议,将来他继续活动开除这些人 如果大多数都认为距离对,我孙中山就退出国民党,参加共产党,他思想升华得很高,这个是很难得的 所以你看三文主义第二条,他是实事求是,结合实际 三文主义后来加上乱恶乱共,负责工,叫三大政策 三大政策,首定的三文主义,最后叫新三文主义,即加上这三个政策里面,互助农公,联共联亡 他孙中山是向西方借鉴,学美国的文字文有,文响,但不是照搬,和实际结合 又向俄国的马列主义,又向俄国的马列主义,他又不是照搬 你是和中国一些实际结合,他早就说,你是给你找三文主义看一看 他说中国没有垄断的资本家的富豪,当时中国是很贫穷的,有有有有,有钱的人又不多 我们看这些资料,国外搞,社会主义改造改革,最多选个名利人几千万 当时过时几千万都很好,但亦不算什么 你知我们现在香港,李嘉诚,李嘉诚在国际上排名都不是很高,但几千万在香港,我现在来说 我看中产品都是中产品都未到的,不知我说得到什么 你在港澳,差不多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个存折,都是存折多少人 我说得到的,好似当年,工人采煤、开汉那些,除了监木屋之外,一无所有的那些 所以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国只有大瓶和小瓶之外 大瓶和小瓶,主张激烈的家族斗争 他团建的遗书是汪正维写的,他改那几句也改得非常好 联合世界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内外民族,共同奋包改得非常好 在林中的时候,当然孙中山也看到,王晶慧这个人说话又很厉害 随时站起来就滔滔不绝了,写文章也不错 所以林中山与王晶慧说了几句话,也是有远见可以说 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要注意,敌人会远化你 果然历史上就是这么有趣,后来出手做艺政权 他走到海防河内附近,通过南东去走 他当时的地位是国民党的副总裁 是蔣介石之下,是国民测证会的主席 但是已经有些迹象动员了,所以陈家庚,这个华调领袖 他是参议议员,提了一句议案,当时王家住手都震了 他说,抗战期间,搬离谈和者的汉奸论 哇,全场鼓掌 他走到海外,军统部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他旧次参议员,追踪他,谁知世事的人有这么奇怪 他那晚很容易,他的秘书叫曾宗明 这是一个法国留学生,本来是一个学家, 议过一些法国的小学,最早期语果的Victor Hugo, 这个作品很多人议过,他都很像议过, 要悲惨世界,他就哀死,曾仲明和汪精卫倒转房间, 他说李慧精卫倒转,军统特护向这个房间的寝室的床, 不发子弹,那些左轮人一吹完就不行,打死了,曾仲明和汪精卫逃过一遍, 最后他都是,如果讲人生,他都是其,他去暗杀的人, 又被人暗杀过,在国民岛时期又被政洛系, 另外一些人暗杀不死,拍照的时候他坐下, 旁边一个人飙出去了,打过一枪, 任斯坦一直坐在腊骨上,到他死前去日本开刀, 结果死在手上抬上,汪精卫就是这样, 他以前有个亲宿, 宿府或者什么,在澳门住的场面很可恶, 分开来说,这个人是做历史的,是很正派的, 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好像做图书官, 即是说,孙中山先生一个月以前他不断进步, 第二他很实际,结合实际不照搬外国的东西, 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施求是, 第三年我觉得他的精神一直自将中国不能够分裂, 中国的麻烦就是一盘散沙被外国人看死, 所以在北上的时候,谈判统一, 那时候他其实已经坏掉了, 他就是死定了,沿途都是讲和平统一, 但是中国他说这么大,如果自己打自己, 中国人不能治中国人打中国人, 这样我们国家就没有了,在地球就没有了, 这个和平奋斗救中国人,我个人认为至今仍然有了, 中国人说是一团跌,很廉不平, 所以有很多故事讲,如果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 或者日本人有什么好,差一样生意去做, 中国人争赢一定搞得好,如果三个中国人去跟别人握, 这个我们听起来是捅死我们, 但是我们觉得团结很重要,特别今年的两岸家, 逐步逐步能够有些谈,我们都很高兴, 道尽结波,兄弟在,相逢一笑稟恩寿, 因日愿运他们历史上割了,第一次割那么合作, 取得百分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 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坐下谈呢? 书得,有首诗都说过, 栋将谷酒架在池籽,谷 reviewsất Ella福 大家一起喝一杯,这三种精神, 什么 fitting shots划子会体力很大, 我去看谁决定? 不是不 하게了, 这三种精神我看,结合到我们八个报道,它是很有用的 我们的报纸,谷谷自治,都是经历了创建,重新站起来,不总结前进,再总结再前进 加成为居民港,澳门日报一部独大,一部独大你说它是占预好,或者是赞预好 它客观存在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事实,不是自己带成公报 中央明媒都很奇怪,我来看,在茶楼在什么,刻刻实实 看澳门日报差不多,你说九成多都已经很谦虚了 这个我看,澳门局势,大家都容易了解有目共睹 但是我们最第一个经验教训,我讲我们编辑外录,第一个经验教训 就是武术中山先生讲的,怎样实事求是,怎样实事结合 我们过去好像那些,刚离开学校,新闻学院学校的学生那样 或者即是共产党以前的书记王明那样,犯做报告犯过,第一,讲国际形势,第二,讲国外,第三,讲当地,第四,讲司机 这些,党内有什么问题,当然是这样的,那三明赛,我们的报纸的版本一展开 就是国际新闻,这个就很教练,就是说不是不要翻身国际,不是不要翻身天下大事 但是我看,要看对象,讲话重视都要看对象,我们的定位定错了,所以我们后来得出三句话 第一,澳门日报是姓澳的,你姓什么,澳门日报姓澳的,第二,澳报澳办 不是,不是帮给内地人看北京,不是,如果你跟人民日报一样,扮了什么呢,不要扮啊,你李成春上做人民日报澳门分销处啊,就是要做得不同啊, 我们姓澳,就是澳门的报姓澳办,第三,我们说来自澳门同胞,为了澳门同胞,属于澳门同胞,就是得起对利,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进行一个大陆改革 我们应该说,头的二十年,我们是这样,不是那么顺利的,对广告的,我们过去的认识也是很孙深之利的,我们对新来的任何人员都进行一科教育呢,就是讲个做报纸,报人的操守,不能够拿钱了,不能够拿钱了, 我先帮你写一科,绝对不能够拿钱了,这些是基本货,但是另外呢,我们又走到一条不和,不重视广告认为,这些都是替人宣传而已,不知道报纸呢,它是文化, 也是商品,应该要造成优质的商品,澳门当年娱乐的人都是要看电影的, 当然,这件事还未那么好,我们开办在1958年,那些大的外国片,特别美国片,有些美国片是不错的,不要简单化, 有一套讲反法西斯的桂岳桥,在新马路交出了那件平安器做,横跨,马路搭个牌,牌散出去, 你不讲诚信,签了一字,答应了第一版全版广告,登美国片,到时就抽了它去, 就说这条新闻重要,这样的广告是不行,没有诚信, 后来我们了解澳报的澳门,澳门一部成功,下面一个大便,而且了解到, 读者关心的是要宣传外国,但是怎样宣传外国呢?不是说我们一坐下上货, 我或者一班人吃饭,有些人举例,你做老爸,你老人家站下来, 你儿子的餐吃饭,端起碗饭,第一句话,我是你老爸,我看你搞了一两餐, 你儿子的女儿就捧着门,我说一下你,你不能够说,我澳门日报, 我是爱国的,日日都不够,高举爱国的,这样就可以吗? 你从关心群传,我们举一个例子,当年金融, Daisy都是莫名义的博士那个,本来叫渣良用, 但是他自己都说茶良用的茶,本来在圣事上, 吃茶应该是读渣的,无所谓,即是废移民,本来是读卑移民, 但是有小样定属性,阿飞公自己都说我读废移民, 不是读废移民,他那套射雕英雄舞拍成电影, 是盲人雄昂,有没有读废移民,很厉害,很厉害, 很活潑、很潮,但在谈暖外,可能在谈暖外中间有些风波 提早回去吃安眠药,写了净字条,摘在台上 打电话给男朋友,这些安眠药是过量了一点 但你准时几两个钟头,全是救得到的 怎知男朋友以为他开玩笑,过了时间 结果就是这样子杀 庸美丽,你不要看一个电视剧的员员,很有群众 在香港有万人狗狗,香港这几年有很多艺人 他们每年有很多粉丝、粉丝、梦玉邦、黄尖、黄尖、黄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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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同条,决定要这样做,发表短定 这个评论是要根据群众的各种程度,不要说俗语话,俗语而已,不要说耶稣 这里可能有人奉教我这句话,或者说得重点,就是说 群众有这样的后头线,不要说耶稣 这个段庭是同情、赞美这个庸美丽 他说你正在艺术上去高峰,很多读者都为你伤心流泪 最后一小段才说,如果用过去教权主义的写思路文章 就加假自杀是犯罪的那类的那些,我们同情 赞扬他在惨烂的全本身里面,在技术上做了很多卓越的成就 但是用大书,即是说戎爱毕竟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艺术才是永遂不斗,我们希望后来者都是珍惜生命最后 这样群众容易接受 做伟人投票,说过很多次,第一版投票 第二天再做都可以,发布画画报 我记得,三天还来,三天第四 在编辑部和编辞会面争论,喂,有没有这样啊,你猜死了个国家领导人 三、四人都定他第一版投票 发行的人在前线最清楚了,他说,老实说,你如果不投票 你报款发明,明天订布又不少点,你投票是放第一版国出的又不同点 究竟是唱高调脱离群众,还是跟着读者一起持绢呢 最后,我印象中似乎是三次,因为是星纸 而且我派记者去,他那个不知是潜州习惯是什么 他有特色,很多报纸看得没那么细致,报道得没那么细致 他原来落账的时候,咬着一只锁,是不是他 一只锁咬着他,我就不明白你的风俗 总而言之,就是通过一粒沙建一个世界 通过这些新闻,可以团结很多读者 其实呢,在广义上就包含了有广义上的爱国,爱自己人生 这样的教育,不是只是爱国主义,只是唱高调 这个字,我们的题目呢,有啞 很多朋友,包括当时还没回归 因为新闻局和很多中国籍的公务员看起来都觉得是很有人情味的主标之外 因为呢,有个散题,民世家情为何物,交生死相许 这个是一个女生命的主标之外 这一句 吸引来个谋 或者一个例子呢 报门以前有一个四季大日子 何彦先生为首,还有一个阳枪在座的云铭先生的认识 這個人很有錢,後來過了香港 但晚年,那些大概是壞人 又不是柏金遜,老人痴呆那類 他又不是痴得完的,他來自來都是這樣 來澳門派名簽,在馬路上,他錢不多 連何妍先生的太太陳婷女士在街上見到他,他爛著他 在台上給了一張10元港幣,他又不買 他又不是戴紙,如果有些人說笑話 你說他痴,又不痴得完 他又不買了一千元給你,結果他出新聞 回香港,在樽高的一層,大樓跳下去 哦,我們第一把樓跳,報道這個新聞 因為資料很多,關於梁昌和雅 我們用一個原曲做省題 是,眼看他起谷樓,眼看他怨登客,眼看他樓塔妖 那青海碧雅堆,他曾遂風流教 所以大家所知道的,編輯記者是很重要的 但只知道記者寫告寫了,應該說有些東西是集體創作的 記者寫了回來,經過戰材、政理,編輯是不簡單的 你被打內戰,一打壓倒,你做老編 就不能綁得綜合、政理 就不是見稿一發見稿一發,就交通通,不是編輯 我們對國內的民風,我們認為不要和他不一樣 所以新華社有時候可以座談,我很率直跟他說 我長期都用新華社,美麗亦相當供 但是很對著,我不改你,我沒權改通通通,寫不可以的 你要告我的,刪,凡是巨新華社,有個巨字 踢手邊的巨字,記得一天見,我就刪你的東西 他說李佬,那你刪什麼呢? 有些東西是在海外說的,你說出來它就不看下去了 譬如,舉例,某一個地方立刻站在右邊,通面,立刻站在右邊 所以,新華社的稿就是,在中央的領導下,在省底的指揮下,在人中央的勤戰下 通過舉例,李佬佬就起好了,這個是毛澤東市長的偉大清理 我全部都刪了,就是開門見山,搞新聞,不同搞那些文學作品,文學作品都不敢 刪不刪,因為我說,如果不刪,讀者一刪,你的上座力看就少 第二,我很被動,對不起,有一天你那道橋塌了,鬥炸工程 人家就問你,李佬佬,為什麼你又不說,在什麼領導下,在什麼指揮下 帶這些帽子是多了,自己戴上去的,自己戴上去的 第二,第二個觀點,就是我們要把報紙爆到裡面,確定了 內容,要整個內容,要好像一個超級市場那樣,什麼都有,有很貴的 例如你探地址,賣到幾十萬一張,又很便宜的,一個多好 所以要問什麼新聞好,它不能夠調調稿,都是硬性,要有些知識性,趣味性,通俗性,交易性 另外呢,另外在密封中,我們覺得處理一條新聞,我們在新聞裡面有新聞道語,引導的道 一件事你就不要先搞這麼多形容詞,先搞這麼多東西下去,就是我們文革市 文革市是偉大導師,偉大領袖,七百個偉大才是王晉博,是不是一人 今天我們討論的新聞,今天我們討論的新聞,去貫英雅死,就是很著名的電影電視藝人 開中原來就是說,道語,人家看你,一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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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有一些好文章就是这样,成为了金句 托尔斯泰写过《安娜·卡里利纳》 打开那本书第一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老迅的相似,那些小说相似,又是海巨号 如果我能够,我一定会写下我的悔恨 《黄碧爱,为子君,为自己》 你现在看,唱给你演曲,那些漂亮的唐 大家好推荐任白那篇剧手,唐力生 他也是在那方面做得很好 一开始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没有月夜浮入落后,你一个字都不能删 很精烈,就说没有月夜浮入落后 破碎了金彩帮 他是填那个春光柴花月夜的曲 所以文风,第三条我讲到我们在编辑 学习中山先生的精神,我看一看 要坚持原则,但是要有灵活性 要用我们形容,我们导人要好像高山上的青蟲 吹多少级台风都不能,像那棵坚定的蟲树吹得到 这个坚定性 但是要学乎湖边,西湖边有些洋流 他灵活的地,就吹它不短,它不短 洋流飘飘,两只结合 事情就很棒 我说,我们几十年在蟲俊的道路上 有时我都说,办报是有事可起 但是也有事,用法报的话 我说,回归前,我们是讲葡萄牙的个别统治者 不是讲整个葡萄牙人民和我们是友好的 朱金流在这儿,居留的旁人都是很友好的 他统治者,过去来说,大多数和我们都是友好的 但是在个别上,有时都几刁难我们 我们也和他对捕公堂 我出过法庭,虽然刚才赵校长说我是人 但是代表做过那时候,回归前的事,我出不定 因为我们写这个,讲监狱 那时候,回归前的监狱,众所周知太不让话了 有些监犯可以在外面叫一些窗戟 在外面叫人都会买不值就行,究竟坐监,还是什么呢? 坐花厅,还是什么呢? 我们写一个新闻故事,就是说浪浪阿高 很多人,一个月有一个这样的监狱 他对号入座,对号入座,你又说我而已 发出传票,告这个前下人 有个大律师华年单,这个是我的私交商,又是好朋友 我多年内容他都有来往 他这个律师是,在这家律师间算是高水平 但是他长期,这些话我多了,我是事实,他不收过钱 他说我大把钱,他跟我说你这些报纸 我不跟你计算,我跟他聊天 我说华大壮,你这个钟放在台上,谈完你计算 发给你做款,这里不是有贵 不用计算了,我慢慢要开单个律师 他只是食担节,设立的礼物 他说这件事你赢了,不过我想你不出庭 但是,那个前人死都要你,他明知告你不进了 他说是,你要端一切,要弱一样 那我就去了,我跟他一起去 我说今天,你这个大件事我,男子变黑婆 拿过那些白发,带起头去准备辩论 去到,他拉了太仙义,叫我坐,你坐,你坐都行 他说了,他发不断,问我续断,叫什么是对之类的 我问他,我说什么叫诽谤 他说是诽谤 我问你,我审你,不是你要审我呢 我说我理解诽谤呢,就是对别人的人身攻击 我们这段稿第一是讲故事,第二就没有讲到人身攻击 比如你,你跟人说,或者写一段东西,点我命,你成尽 整天去光顾,亡身,那是个难道仔 这个你对我攻击,我要告你,那个诽谤 但是你那个很事实的那些,这个不能处于诽谤 我说,何况呢,你知不知,我问他什么是对号人作 我没有讲哪个人,我是光头 我能不能够说,路讯写一下Q正转是帝我呢 我说你有没有看过,哥哥是因妻大臣 有很多那些贪污,那些笑话,一路看一路笑 你能不能够说,那些官员挺身而出,禁言这套东西他低我 你不是贪官,你就不是低你,既然低你,你当然有些首尾在那 结果就没有事实,小安国国法官就说,你觉得对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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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